我每天拿下引擎眼镜的时候 我就会很享受那个快感 是把它撕破再丢掉 哇 我以为引擎眼镜羊还抛下去了 没有 就是因为它本来就要丢了嘛 然后但是撕的时候就会觉得 剪压对不对 初代者可以选择替抛式镜片 不仅方便卫生利于狐狸 而且镜片超薄可以让眼睛慢慢适应 今朗一日的镜片呢 它的有一个这个非酬面的设计 高清的设计 所以的话呢 特别适合晚上的时候 非常暗的环境当中 比如说卡拉OK啊 看电影的时候啊 那么这样的话看的物相会更加清晰一些 没想到小P老师这样一个长期佩戴者 居然也有佩戴隐形眼镜的小轰扰呢 但是像我呢 就是我的睫毛很长 所以我戴眼镜的时候呢 就过大概30分钟之后 我就会觉得眼镜很脏 然后就要一直拿下来擦 有那么长吗 它因为它会有油 叫它会分泌油脂嘛 所以会散在那个眼镜上面 所以我就觉得一直觉得眼镜很脏 然后就只好把它往下面戴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戴眼镜的女生 都会看起来没有精神 跟感觉上它好像很坏 就是都放在这下面 大朋友看你现在一直眯着眼镜 现在特痛苦 你试试试看我来教你一步一步的示范 我们把它先戴上好不好 你给它写日炮的是吗 我觉得大朋友可以先从日炮开始 思雨作为一个戴隐形眼镜 长达五年之久的人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首先第一步我觉得保持双手的清洁是最重要的 清水先洗一下手 我要戴之前一定要把手洗干净 你准备开始取晶片了吗 对 取晶片 那这里我想还是补充一下 因为我们的手刚刚是用了这个湿纸巾去清洁这个手了 对吗 对 那么用这个手呢 实际上上面是有这个湿纸巾的上面的这些消毒液 那么这样在取晶片的时候 晶片就吸附了这些消毒液在晶片上 所以最好的方法 先要用护理液去冲洗你的手指 哦 铁弄啊 你还要冲洗脱 再把手指冲一下 好 要跟大家特别分享一下 隐形眼镜戴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先分清正反 怎么分正反呢 我的独家口诀就是 如果你是戴了正的时候 它看起来像一个小板 现在就是正的 大家能看到吗 它的边缘是这样圆圆的 好 继续正的记住了吗 对 但如果是反的 大家先看我手上这个 它就会像一个小盘子 对 边边就会有一个 它边边是往外张的 对 比较平的一个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技巧 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就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眼睛眼睛是分正反的 我戴反以后 我每一眨眼 它就跟着我的眼睛动一次 后来我才知道是戴反了 所以大朋友有可能你提前戴的时候不舒服 是因为你戴反了 对 因为有人是戴反了 然后就整个人运了一天 但是我非常自信 我觉得不可能反 然后呢 用你的另外两只手的食指和拇指 轻轻地把你的眼皮分开 然后就像一个人 有只睫毛长的 比如像我 你就要把睫毛分开对不对 然后我会这样轻轻拉开 然后眼睛微张 好了 我现在就戴上了 哇 再拿着以后那个眼睛 就很亮 对啊